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 应该说处于世界的领先的地位 像中兴 华为这些公司 他们在中国都有很多的成功的经验了 当然了他们现在这两家公司 在罗马尼亚都有很多的业务 其中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 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像中兴通讯在提米什瓦拉 在盖斯坦查都建立了智能的停车系统 他们还在阿尔巴云里 建了智能的路灯的系统 同时今年5月份华为公司 还召开了一个智能城市的论坛 智慧城市的论坛 邀请各方专家参加 来讨论建设智能城市的一些方案 罗马尼亚也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 到罗马尼亚来投资 我想我们中方对此是表示赞赏的 希望罗马尼亚进一步向中国企业 开放它这个电信的市场 积极为中国的企业推荐合作的项目 鼓励双方企业进行的交流 当然我们也愿意在与罗马尼亚 共同努力支持中国的电信企业 同罗马尼亚进行及时的堆接 在符合俄盟标准和要求的前提下 不断顺化双方合作的这个内容 不断顺化双方合作的这个内容